中国最大暑期水上活动 2022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 夏季细水活动 今天举行开幕嘉年华 县长徐真卫到场参加 为花莲暑期观光活动揭开序幕 县长徐真卫表示 芝卡轩清水公园 自前县长傅昆起的波花夏 提供给乡亲优质的细水场所 而今年将园区重塑为五大共荣主题区 让来到芝卡轩的全国相亲 都能安心的在这块土地上享受山海 打造成室外桃源 也感谢县议会以及中央单位的支持 让孩子玩得开心家长安心 那另外呢 在芝卡轩18公顷 今年还有特别的五个区的共荣公园 而共荣公园是以我们0到100岁的 我们的全人来一起来游玩耍 尤其是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绿森林疗育区 或者是我们的音乐世界 或者是我们体能区 那今年在我们的共荣公园旁渊 还有种子教室 以及每一个州 八州共八州的我们的很多的课程DIY 都跟我们的这个食育 还有我们食农是有关系的 所以今年在芝卡轩公园是有水上的游戏 也有我们的这个共荣公园 所以非常非常的精彩 欢迎大家以及欢迎全国的乡亲 一起到花莲 睽違两年的芝卡轩清水公园 水上运动活动 开幕首日就吸引外地游客迫不及待来游玩 在地居民更是开心 不用到外地就能够享受到全国最大的清水公园 农业处指出 花莲县政府历经数年 用心规划扩充细水区 拥有八米高旋转滑水道 以及波涛汹涌的灶浪池等等 多项清水游乐设施 提供乡亲夏日安全又优质的玩水好去处 今天包括了立委、布昆琪、行政院 东部联合博物中心部执行长郭应毅 花莲林区管理处长黄群策 花莲县议员徐子方、林中坤、李秋旺、张怀文 吴建志、蒂布斯一赖、吴东升、洁安乡长游淑珍 多位农会代表以及县府局处首长都到场共享盛举 记者凌结洁安乡采访报道